第二章 我现在就这样孤独地生活着 不曾和任何人真正地谈过心 一直到六年前 在撒哈拉沙漠发生了那次事故 这种生活才告结束 我的飞机引擎里有个东西坏了 当时我身边既没有机械师 也没有乘客 我就试图独自完成这个困难的修理工作 对我来说 这可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我带的饮水只够用八天了 第一夜 我就睡在那远离人间烟火 十万八千里的荒漠里 我比汪洋大海中的一夜扁舟上的遇难者 更感到孤单无缘 而次日黎明时分 当一个奇怪的小声音 帮我唤醒的时候 你们可以想象 我当时是多么吃惊啊 那小声音说 老家 请给我画一只绵羊吧 嗯 请给我画一只绵羊吧 好像受到了惊雷的轰击 我腾得一下站了起来 我使劲揉了揉眼睛 仔细瞧看 我看见一个极不寻常的小家伙 严肃的宁眸望着我 这是后来 我给他画的一幅最好的肖像 当然了 这幅肖像远远没有他本人那样光彩夺目 这可不是我的过错 我六岁那年 那些大人们断送了我的画家前程 我那时 除了画过完整的和剖开的蟒蛇之外 以后再没有学过画 我惊愕地望着这位不速之客 请不要忘记 我当时是在远离人间十万八千里的荒漠之中 在我看来 这个小家伙不像是迷了路 他既无累得要死 饥渴得要命的神情 也毫无聚色 总之 他一点也不像一个人 在荒芜人烟的茫茫沙漠中迷路的孩子 好半天 我才说出话来 我问他道 你 你在这干什么 他又郑重其事地轻声对我重复道 老家 请给我画一只绵羊吧 当某一种神秘的东西 把你镇住的时候 你怎敢不扶手听命呢 尽管是在千里之外的沙漠上和面临死亡的危险中 我的举动显得十分荒诞 不可思议 我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和一支钢笔 这时我才想起 我过去学习的主要是地理历史算术和语法 我有点不耐烦地对小家伙说 我不会画画 他却回答我说 没关系 给我画一只绵羊吧 因为我从来没有画过绵羊 就在我会画的两幅画中选了一张 就是那张呼伦吞向的蟒蛇图 给他画了出来 可是小家伙的打花 却使我十分吃惊 不不 我不要蟒蛇 它肚子里还有一头大象 蟒蛇这东西太危险 大象也太占地方 我那个地方很小 我需要一只绵羊 给我画一只吧 于是我就给它画了一只 它聚精会神地看着 随后又说 我不要 这只羊已经病得很厉害了 给我重画一只吧 我又画了一张 我的这位朋友 天真可爱地微笑起来 并且客气地拒绝道 你看 你画的分明不是一头小绵羊 它是一头公羊 还长着脚呢 于是我又重新画了一张 这幅画同前几幅一样 又被它拒绝了 这一只太老了 我要一只能活得很久很久的小绵羊 我不耐烦了 因为我急着要拆卸我的飞机引擎 于是我就草草地画了这张画 我冲着它说道 这是一个箱子 你要的小绵羊就在里面 这时我却十分惊愕地看到 我的小审判官脸上 闪现出喜悦的光彩 他说这才是我想要的呢 你说这只羊要吃很多草吗 你问这个干什么 因为我那个地方很小 地方小也足够喂养它的 我给你画的是一只很小的小绵羊 他扶手看着这幅画 说并不是那么小 你瞧 他睡着了 就这样 我认识了小王子